主料,烙黄瓜一根,鸡蛋两个,补料,淀粉,盐,香菜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到二十分钟,用餐人数,一到两人,烙黄瓜一根,要选外皮比较硬食的,这样的刚摘下来不久,比较新鲜,取半根,摘是外面的硬皮,烙黄瓜一切了半,去掉里面的籽,用削皮器把烙黄瓜刮成长条, 涂上的手是我家老肖的,它又欢又长又薄的黄瓜条,精明剔透,让人喜爱,我刮的条,又快又长,可怜的老肖,怎么也弄不好,只好甘拜下风,去两个鸡蛋,打刀把里,加少许淀粉,用筷子搅拌,香菜,一柳洗净,锅里煎汤,烧菜,你也可以用高汤,比如骨头汤,但是因为天气炎热, 这次我家就想喝客清炭的,所以加的是清水,水烧开后下黄瓜条,再再次烧开后,打进搅蛋液,最后撒表盐和香菜木,这个汤就OK了,非常简单,非常快捷,非常美味,烹饪技巧,告诉大家做甩秀鸡蛋汤的米绝, 一,鸡蛋里的少许淀粉凉,水开后,把蛋液盐锅煸到进锅里,千万不要搅动,一搅就碎了,这样就能做出又大又薄的蛋花汤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 感谢观看